现在我们正在俄罗斯装载天然气 一共装载14.7万方 装完这些天然气需要运往美国的旧金山 是不是有老铁要说 美国不是联合欧盟制裁俄罗斯吗 怎么还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要不咋说咱们中国人单纯 看一些路边摊的报道啥都信 看个战狼就觉得天下无敌了 老美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口不对心极端自知 天天琢磨的打PK 圈米耗羊毛 什么伤天害理偷金摸狗的事都干得出来 而且干起来毫不犹豫 这边是8000多项制裁 是真的 老美对俄绝对的一本正经 还强烈要求圈里的小老弟 也不能买老毛子的东西 贸易制裁嘛 明眼人都懂 但是又趁着价格便宜 偷偷的去买俄的天然气 大人谁能干出来这种事情 是不是有点不要脸了 这年头脸能当饭吃吗 低价进口的天然气 转手卖给欧洲 这得翻多少倍啊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以前黄金白银是硬通货 现在拥有能源物资才是大哥 我们目前已经装货完毕 同时加装了5000吨燃油 花了2000多万 伴随着俄罗斯最后一名工人员 引水员离船 我们也开启了横跨太平洋的旅程 满载航处14节 预计16天抵达旧金山 目前所航行的海域位于千岛海沟附近 这里的海深仅次于马里亚纳海沟 最深的地方达到了10,542米 也是目前地球上所探测到深度排名第三的海沟 这个季节的太平洋可谓是风平浪静 海面的浪用很小 说来也巧了 前面有好几个超强台风 途经日本以后 风力都明显减弱了 这个也算是太平洋航行的黄金季节 北半球的冬天 今年估计会来的早一些 山东老家也出现了大幅度的降温 不知道欧洲外面怎么样 经过16天的航行 我船即将抵达旧金山 因为需要等待进港 所以只能先去毛底下毛 在旧金山需要办理一些转港手续 然后开往德国的布莱梅哈芬港 前段时间报道北齐天气管道 大铁的位置在这里 尚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泄露问题 知道了老铁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也即将结束 我是海员宋老师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